調整我的姿勢 因為我的背非常彎的 所以他說我的動作 我的速度 如果我可以調整我的姿勢 我的動作 會比較有效率 然後我也 我也有拍那個YouTube的影片 所以我們有在 那個SAT上 就是練習 我的防守能力 好,Jeremy談到 跟未來的明年堂成員 Steve Nash一起訓練的過程 那是不是也請Jeremy來談一下 就是說今年的夏天 剛剛談到說過去有趣的事情 今年的夏天 你訓練的目標 我有四個最重要的目標 第一就是我 剛剛談了 第二就是我也會 改我的 投籃動作不是很大的 改變,就是很小的 通常我出手的位置 就是比較高 比較後面 就是 在這裡 可是我會腳底一點 然後低一點 往前一點 希望這樣子 我的 出手速度會比較快 我會比較穩定 希望我也可以省力 我覺得 我知道我每年三半球民眾運 有慢慢提高 可是我希望 然後我也自己相信 我可以到百分之四十 然後第三個 目標就是 加強我的防守能力 我知道我每年有進步 可是我要繼續進步 我知道去年 我需要 就是 繼續練習我的 pick and roll的防守 然後 第四個就是 運球 我覺得如果我可以加強我的運球 我就會減少我的失誤 所以 我跟我訓練師 我們有看 這個analytics 我們有差不多 15到20個page的analytics 我的經紀人給我的 然後我們就讀這個packet 然後看哪些是最重要的地方 需要加強 然後我們有差不多 10到11個目標 就是我給你們分享 最重要的四個 是 所以Jeremy有談到 就是說四個訓練的目標 那是不是也跟現場的媒體朋友 來談一下so far 就是說到目前